这一次的北京两会是香港望角骚乱之后的第一次会议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王光亚 星期四对记者说 他说最近香港出了点事 但是北京对港政策没有改变 王光亚是这么说的 他说中国中央始终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 落实时会坚守两条原则 第一是坚定不移 不会变不动摇 第二是全面准确 不走样不变形 王光亚的这番说法 能够安抚香港的人心吗 我们下面要继续为您通过skype视频连线 邀请到的是香港进会大学 政治与国际研究学系的系主任高靖文 高教授来为您进行分析 高教授您好 您好 是高教授很多人说 以中共的语言来看 这出了点事其实就是出了大事 说不改变就是会改变 您对于王光亚的说法您怎么看 很有意思 因为这些中共的领导人 他们一直说要自我批评 他们要谈他们自己的错误 他们完全没有办法自我批评 他们绑架一个人叫李博 除了中共的这个安全部门 谁可以绑架一个人在这个香港的马路上 只有他们所以他们绑架这个人带到大陆 然后他在大陆的坐牢 然后他们在泰国绑架另外一个人 这个唐洋会 他们还是说他们是法治制度 他们真的过笔不通他们说的话 我觉得他们真的要抓香港抓得很紧实 很明显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 这个香港老百姓的反应会那么激烈 很多人在香港很担心 因为如果中共开始在香港帮家他们不喜欢的人 他们明天可以帮家一个做生意的人 然后既然明年他们会帮家一个外国的送人 一个银行家的人 这个是一个很坏的恶性循环 所以我觉得他们有一个信心的问题 有一些外国人在香港 他们想办到别的国家 因为他们觉得现在不安全了 您刚刚提到就是港人实际上在听到王光亚的说法 仍然没有办法消除他们对北京的疑虑 我们接下来看看很有意思的这张照片 就是座位的安排 什么叫座位的安排呢 我们看到这是从这次两会上的照片 我们看到在2016年这是今年的图片 这个是中共的官员坐在上层 那么香港的代表是坐在下层 这是据说20年来第一次做出这样的改变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过往是怎么样的做法呢 过往的做法是他们围成两圈 所有的代表都坐在沙发上 所以有很多人说光从座位的安排 今年就可以看到这个北京刻意要来凸显 香港的这个中央对地方的关系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去年的这个座位分配表 这也是过去20年来的座位分配 但是在今年完完全全的改变了 那么另外高教授我们还想要再请教您 我们知道这次在两会上也特别提到了 要来加强对港澳的青年展开工作 跟我们谈谈从旺角的骚乱 很多人说现在有部分的香港人 特别是年轻人 他们已经不介意使用暴力来抗击北京了 您赞同这样的说法吗 对啊 我觉得他们当然他们担心 因为香港的年轻人他们不听北京的话了 而且我们的这个香港的大学里头 按照密调查有学生的一半以上 他们要不一定要香港独立 但是他们要自治权 他们要自己决定香港的未来 他们不是他们不要听北京的话了 所以这个新的安排很明显 大陆中央他们希望把香港变成一个普通的省 所以他们要加快往2047年的过渡过程 他们希望把香港变成一个中国的 不是一国两制 是按照一国一制的一个省 所以我觉得他们大陆的问题是他们越给香港压力 越年轻也有反感 所以他们让香港年轻人有一部分 他们不怕暴力给他们政府压力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个二十年纪环 而且每一次这个大陆有更大的压力 香港的年轻人他们反应就更激烈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适合的政治 我怕这个正式的结果是香港跟大陆的距离会更大 是 高教授最后我们大约也就剩下30秒左右时间 我们同样的就像您刚刚说 许多民调显示香港现在本土意识的抬头 甚至在香港支持台湾独立的比例 在最近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么照您刚刚说的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所以是不是可以预见香港与北京的对立 在于未来会越来的越激烈呢 您的看法30秒时间 对 很明显 对 有另外一个原因 因为很明显这个大陆越来越保守 越来越左派 因为我看最近很多这个人大的代表 他们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乡章 这个是好像是回复于文化打革命的时代 他们这个是他们跟这个外面的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 中国的这个方向现在真的很糟糕了 我觉得他们真的应该真的改变他们的政治 然后对人权的这个这个看法应该完全改变了 因为我怕这个中国不能这样融入社会的世界的社会 而且因为香港是个很国际化的一个地方 一个社会 我们是属于全世界的时候 人跟大陆的关系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会越来越换我怕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香港进会大学的高静文 高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么节目